在家里简简单单教您一道美食 首先从老王那儿进来两个鸡蛋 加入100克白糖 再加入50克蜂蜜 两克小苏打 半勺食用油 最后加入两大勺面粉 用筷子搅成面絮 然后用手给它活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行20分钟 家伙们 面团啊 然后行成20分钟 视频录到这儿啊 老弟又出来麻烦您了 给老弟双击点个小爱心 老弟差您一个小爱心就上这门了 老弟在这里祝您 多挣钱少生气 心想事生万事如意 醒好的面团 擀成厚厚的长方形 先用刀切成长条 然后切成小长段 蘸祖传的矿泉水 沾上一层白白的芝麻 然后用手把它搓成长条 都搓成这样就可以了 油温烧日五成热 下锅炸 小火炸至外表 微微发黄 捞出 这样一道好吃的一口酥就做好了 老人和孩子都喜欢吃 赶紧转发收藏做起来吧 关注一下看更多精彩内容